他除了把時間留給我 他剛剛又傳了 薄金包的照片來 對啊 他說這個可以嗎這樣子 就是我第一次買金人 不是給哽如 你放心 我這個人這麼面面俱到 今天下午呢 我去看了藝術博覽會 我買了人生第一張 超級超級貴的花 是哽如最愛的藝術家 咬牙給他美金 給他匯出去 所以放心 哽如的禮物不會輸給你 戴手 太厲害了 主持人與新人真誠互動 分為溫馨感人 又兼具娛樂效果 時期亮點 前期準備細緻周期 我的支持時間都給露露 從得獎之後然後到現在 我覺得一切對我來說都好新鮮喔 就是當然很不好意思 讓大家等那麼久 但是就 就是 剛剛那個 就怎麼樣我剛剛 享受那個閃光海 覺得很開心 因為之前的拍照都是 哎沒關係啦 就是今年終於 因為我每一次拿金總獎 就是只要過五月十二點 大家跟我講話都是 沒關係我們明年再來 沒關係我們明年再來 但我有把這句話聽進去 我就覺得沒關係 那我每一年都再來這樣子 那來著來著就 有得獎的一天覺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 因為我剛剛在台上演的時候就是 今年是我出道第十年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扎實的走上來 就是很謝謝評審 然後就是因為很抱歉 我剛剛因為太緊張了 第一次拿獎 我忘了謝謝到評審 然後也謝謝金鐘獎 你見到蕭哥的時候也會覺得 喔 就是很開心 因為剛剛一上台 然後你看他剛剛又 把全部的時間都留給我 他除了把時間留給我 他剛剛又傳了薄金包的照片來 他說這個可以嗎這樣子 對 可以嗎 可以啊 當然又說好不可 而且不是假的 不是皮帶 是金的薄薄 所以我人生在今天晚上獲得了 你說A貨嗎 沒關係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在今天晚上獲得了 人生第一個金鐘獎 跟人生第一個 覺得很開心 然後一直到典禮結束 我在後台 然後我媽還在哭耶 我說媽妳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慶功業好了 她還在哭 然後我媽說 媽媽比我更開心 我媽也是那種性情兇人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是 其實真的是充滿感激的 就是好的評論不好的評論 我都會認真的看 然後也謝謝 也希望大家持續在未來的日子裡 繼續給我指教 對啊 她還等到我得獎完才睡覺 對啊 她今天作席整個亂掉 完蛋了 她今天很歡耶 梗如拍了一個玉米在看直播的畫面 但是我其實看到這個影片 不開心 因為玉米照理說8點30分就要睡覺 然後可以睡到隔天 結果媽媽說她都不睡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 她知道要等這一刻 可是 她今天這麼晚睡 就會導致我們整個晚上很痛苦 因此我其實很想回家 其實你們標題不是已經下完了嗎 就是我第一次買 不是給梗如 你放心 我這個人這麼面面趣到 今天下午呢 我去看了藝術國展會 我買了人生第一張 超級超級貴的畫 是梗如最愛的藝術家 咬牙給他美金給他匯出去 所以放心 梗如的禮物不會輸給路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要慶祝 純粹是等如 一直跟我心心念念 她很喜歡的藝術家 然後我今天不小心看到 所以 好險 好險我有 等一下回家我會先給老婆 一個大禮物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先不要寫 40 40分鐘以後再寫 一定比露露的貴 可以當 除非 他 沒想到 觀念 你 要 好險 其實 你 你 озд